大家好,这是一个葡萄籽的抗氧化实验比较 我们知道葡萄籽的提取物,钱花色素,OPC,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效果 目前市面上也有许多品牌的葡萄籽摧取物,价格也不一样 对消费者来说,如何选择一个有效的品牌是无法从商品的外观和价格上来判断的 下面这个实验就是用最直观的方法来判断不同品牌的葡萄籽抗氧化效果 我们知道点灸中的点是一种强烈的抗氧化剂,所以它能够杀死伤口的细菌 抗氧化剂可以从点灸中的点还原为点粒子 而点灸的颜色也会从红褐色变为淡或淡颜色或变为无色 所以我们从颜色的变化可以最直接的判断抗氧化的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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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蒜 大蒜 油 小蒜 蜜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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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 再度一금火 就要是隔壁 再加一杯 再加一個 押 Burch 再加一杯 喔 所以 是 手都挡住了怎么看呢 我们现在把每个葡萄籽都放在这个顶结的泳衣里面 因为这些很多是胶囊型的 因为这些都要切到肚里面去的 所以我们一起把它放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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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不同的葡萄籽放到点酒里面 现在我们把它进行搅拌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是Good Health 是牛西兰比较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品牌 我们通过搅拌点酒的颜色 它是颜色变成一种淡红色 第二个就是市面上的JPAC 它是胶囊的形式 我们看一下 通过搅拌它的颜色也在变化 它的颜色变淡了一些 第三个我们常见的叫康王 叫Health King 它也是胶囊 因为这个胶囊我们都是要吃下去的 所以我们将胶囊也放在里面 第四个是MedeLuca 这个葡萄籽精华 好,我们看一下 它是粉末,它不是胶囊 好,第五个是有沙腊 好,第五个是有沙腊 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轻轻一搅拌 那么水的颜色它就是变化变得非常纯清 首先说明它的抗氧化效果非常的强 第二个它的吸收利用度很高 还有说明它的纯度非常高 我们同时来比较一下其他的几个品牌 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这是第一个 这是Good Health 好,它的颜色在变有一些红色 但是它没有其他的变化 第二个就是JPAC 它的颜色比一开始变淡了 但是呢,我们看它还有很多的浑浊 浑浑在里面说明它是在纯度 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康王 就是Health Skin 这Health Skin也是原来在纽西兰市场比较 买的比较多的 我们看它的颜色在变化 但是它的颜色就是说没有 就是像五色或者变淡的方向 第四个就是粉末状 是Meleloca 是尤萨呢 是纽西兰市场上面比较流行的 比较多的一个直销品牌 它是葡萄籽粉末 我们看它在它这里面 好,我们看一下 它是粉末变得很浑浊 好,最后一个是尤萨呢 我们看,这是尤萨呢 我们轻轻刮了一点在里面 它的颜色 我们可以近处看一下 哇,乌色透明 好,说明尤萨的纯度非常高 好,这个颜色 好,我们将这个放在这儿 让它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我们再来进行比较 好,谢谢